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去旺角吃日本东西 这间餐厅叫伸子居酒屋 在黑布街那边近着麦花神 如果想认识这间餐厅 建议去看看他们的Facebook有很多故事 另外提提他们有铜锣湾分店 我今天过来吃饭其实都相当神心 拍这条片前几天 我原本想着下午walk in 谁知道他们早了落场 来到就摸门钉 当日在门口也碰到另一对特意过来支持他们的朋友 和我一起摸门钉 之后我就上网订位 也收到通知confirm booking 谁知道拍片当日早上就收到电话 问我可不可以提前45分钟过来 说他们要预备做团购要提前落场 最后我都尽赶早了几个字去到 坦白说在行政管理上 我觉得他们真的有进步空间 营业时间应该要清楚点 有改动至少都在Facebook说声 不要令一些有心支持他们的朋友失望 作为居酒屋 他们晚市大餐牌就很多选择 我们就试试他的午市套餐 有些设置都挺适合的 先看看个三式当 午市套餐之中这个是最豪华的 其实他们百宗的蚊都有交易 人均消费可以比我今餐便宜很多 大家可以见到套餐有植物有面屎汤 我们就转下个当给大家看看 埋相英俊 分量合理 这个套餐吃到比我预期的质素好很多 绝对不是食信仰 同价位有些店铺会适合很多 同质素亦有些店铺会收贵很多 西拉牛扒定食 可以见到他们将边位的根切出来 然后再切粒 中间的肉就切得大够些 因应肉质口感不同 他们亦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牛扒的表层有微微焦香 以这个价位来计发挥算不错 这个定食是跟着茶漬饭 茶汤有少少鲸鱼的香味 吃到差不多就可以加汤做凉食 我们还加了个盐烧牛舌芯 食材本身很漂亮 这么大条牛舌 前少少后少的口感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烧的火候都是无懈可击 外面香口里面爆汁 这个必点 想吃的朋友记得订位 旺角铜锣湾的地址写在下面info box 特别名借Surfshark VPN赞助今天这条影片 我们平时上网潜在着很多不同的风险 例如有机会被华人追踪到我们去过什么网站 看过什么资讯 甚至在哪里上网 也有机会中电脑病毒 而VPN就可以降低以上情况的风险 上网就安全很多了 我们还可以连线到不同国家的VPN伺服器 例如看Netflix或者Disney Plus 就不一定要加入香港的Plan 可以价价 看看哪个地方的月费便宜些 或者多些节目适合看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身处海外 也可以连到香港的伺服器 继续用之前用的账号和服务 非常方便 Surfshark VPN只需要用一个账号 就可以在无限部装置安装和使用 有兴趣的朋友 现在可以用画面这条连结 再加上Promo Code 就会有一七折 即是83%off 另外多送三个月免费使用 大家可以参考下面info box的连结 吃完饭就进入第二个环节 就是读读观众的留言 和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几个月前也做过一次 反应也挺好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都会继续做 这个留言是来自Farlancan 他说 其实香港做YouTube真是落后过欧美很多 不明白Haters为何那么恨广告 拍片加上剪接是很花时间 我认为只要勿忘初心 接访告有什么所谓 增加收入之余也很有成就感 另外食评指反映当日片主主观的感受 Alfred也只是食客 如果当日餐厅质素不符合于期 应该是向餐厅反映 一样米养百样人 同一道菜每人接受程度都不同 怪乐Alfred真是有欠功运 首先就很感谢Farlancan的留言 以及很感谢他的理解 接着就要读下一个留言 就是来自观众I 他就说 因为他很多时候摄广告摄得很贵 人家很多都会铺牌过的内容 才有技巧地买 首先第一个状况 就是有点鸡和鸭说 因为我们的餐厅广告 就是全条都是餐厅广告来的那种 就不是摄不摄那种 而下面的观众说摄一个广告 就应该是我的可能30秒或者1分钟 就是可能大家看看餐厅 然后中间突然去了一个VPN广告 即是那种形式 其实那个概念就好像平时看电视 你看一部分 什么叫做一部分呢? 就是10分钟或以上 然后他做完一部分的节目 就会去一个Commercial Break Commercial Break里面就会有几个 看看他那一部分好不好生意 就会有几个不同的广告 都是断秒计的 做完一个Commercial Break 就会回来做Part 2 通常一个半个小时的节目 大概就是这样分的 那我YouTube里面 我做广告的模式 其实就是等同电视广告的 就是我VPN的广告 和我那个影片的内容 其实是完全无关的 那我几年前开始 就是想着用这种模式 去做YouTube广告的时候 其实香港是没有什么 或者就是我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 YouTuber是用这种模式做广告的 当初很多厂商 开始慢慢接触我 找我做广告的时候 他都是觉得 我找你卖一件Product 你是不是就是整条片 由头到尾就是说那件Product 其实在我的频道 刚刚初期的时候 我很记得有一个故事 就是 有一个旅行行行的厂商找我 那条招式他已经想过了 就是说 因为他看到我有拍旅行Vlog 他就说 你可以拍一条片 就说 跟你那些观众 去分享你去旅行的时候 你会怎样去收拾行李箱 那当然啦 你这条片里面 就要浸发两句 说一下行李箱的一些功能 特色 又赞一下他好用 那样 这种这样的模式 就正正是这一位 叫做I的观众所说的 会铺牌过的内容 很有技巧地买 但是我们 就是不会做这种广告 因为这种广告 其实就是我常常说的 假自费 骗人的广告 而我告诉大家 几年前的这个行李箱 其实我是有见到 另一个 都有去旅行的频道 就是exactly 拿着他那个型号的行李箱 然后就是用同一条招式 去做了这个广告 那当然那个YouTuber 就会跟他的观众说 就说这个行李箱 是他给钱买的 到底观众 你是想看一些 我读多一次他一句话 很多 什么 很多都会铺牌过 content 先有技巧地买的 这些广告 还是明刀明窗 我吃吃吃饭 硬切了去一件东西那里 VPN也好 打铺机也好 然后你就很明显知道 那30秒 或者那一分钟 是广告来的 你能够去分辨到 你在看的是一个真实的内容 还是其实你在看广告 那其实观众是喜欢哪一种模式呢 然后那个留言 就来自 ChuChu Alfred 真的很开心 香港有你和陈泰 这些YouTuber 有质素 又有修养 不知道我想多了 还是什么 地方小小 不会在现场打鼓 说话 阻止人 时候补回录音 我也是那句 不要和其他YouTuber交流 和合作 和签了那些所谓经理人公司 只会污染自己 你和不断有意见去建议自己 首先就多谢你的留言 那我们会不会在现场收音呢 其实就好看那个现场环境的 那一来呢 就正如你所说 就是其实有些情况 如果你在现场会去收音的话 那其实都是会可能影响到 餐厅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其他食客的 有这样的可能 那另外一个情况呢 我都要 就是保证我的影片出街的时候 声音的质素 那例如太吵的地方 如果你都硬收音呢 那其实听的时候 就未必听得很清楚 那所以很多时候都要看回 现场的情况去判断 就不一定说是一些小店 又或者可能是酒店 你就是适合或者不适合 去做一个现场收音的 那都是看回现场情况 那至于后半段的内容 首先呢 就关于去签那些经理人公司 那这个呢 其实我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很多东西可以讲的 那但是呢 如果一讲经理人公司这件事呢 我可能要讲几个字都讲不完 那所以呢 那这个呢 我就开张 不要说是空头支票 开张旗票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可能呢 那我可能呢 那一天呢 就独立有一个Q&A的时间呢 我就全部时间就留你去讲一下 就是YouTuber和一些经理人公司 之间的一些做法 故事和一些我的看法 那至于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刚刚讲到说 和其他YouTuber合作这一件事 那其实呢 YouTuber和YouTuber合作呢 本来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甚至乎呢 在一些YouTube的官方的教学里面呢 就是他们都会跟你说 其实你可以多些 和不同的人合作啊 那去增加曝光啊 互相推荐一下对方的频道给人 那你可以多些人订阅 多些人看啊 那这样 那其实这件事呢 是好事来的 那但是呢 在香港这个市场呢 我就觉得是非常之特别 就是呢 往往如果有某些YouTuber 是有些公关问题之后呢 那有些观众呢 就会将他以前和那些人合作啊 觉得他经常一起拍片啊 就会将他视为是同一个组别的人 那然后呢 就可能不喜欢A的时候呢 就会不喜欢B 不喜欢C这样 那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两个YouTuber合作呢 其实他们两个不一定是好朋友 或者好熟的 其实都是一个工作关系来的 甚至乎可能他们两个 不是好识都不奇怪的 因为呢 举个例子 有时有些其实 当然大家有分辨不了 其实可能是一个广告来的 一个job来的 那可能是客人 line up 了两个channel 说你们两个channel 我要一起拍的 拍两条 一个放在A里出 一个放在B里出 但是我要两条都出现了两个的 有些这样的玩法的 所以其实他们一起去拍片呢 其实他们两个根本是不懂对方的 是接了个job 当然可能他的job的模式 他没有告诉你 是一个广告 那你又不知道 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他们两个都有签 就是所谓的经理人公司 可能刚好A和B都签了同一间公司 那然后其实就是他们公司 叫他两个去拍片 那其实他两个就未必一定是很朋友的 那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大家日后 看到有些YouTuber A和B拍片 然后你不喜欢A也好 其实你都不一定要去不喜欢B的 其实不是很有关系的 那但是说回我们自己的情况就是 第一我就没有签任何经理人公司 那第二就是其实我自己的性格 不是太过喜欢 周围去认识很多朋友 那所以你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其实都是没有跟任何其他频道会一起去出去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情况 那接着这个留言呢 就是来自Pineapplefish 那就说了 想请教一下 怎样可以训练自己的条理 尖尖一点 这个很简单 就是熟能生巧 就是吃多一点东西 那吃东西呢 就好吃的东西 固然要吃多一点 但是呢 就是不好吃的东西 都要来不久吃一下 是的 你要去吃一些不同的东西 去了解一下好的为什么好 不好的为什么不好 那都是就是训练得多 练习得多呢 就会阴尖一点的了 那不过呢 吃东西阴尖这件事呢 就很麻烦的 因为呢 就是回不了头的 你会在生活上面呢 你会很多时候都会 更加容易不满足 就是你会觉得很容易 这个东西都不是很好吃的 如果是哪间哪间就好吃一点了 那所以呢 是的 如非必要 好像我那样 我现在变成了 即工作上有些什么需要呢 就不要训练自己太阴尖了 好 接着呢 下一个留言呢 就是关于我早前去吃过 即是沙田帝都那间下午茶 都有观众分享了 我主要呢 都是吃它的冻海鲜 生蚝串销 和甜品 其他都比较劣 现在呢 没有面包蟹 就真的没有什么尺头 如果你拿生蚝 拿得太多次呢 开蚝的歌仔会认得你 然后给你一些小蚝 最后那次去吃 直接看到浮游生物 还没洗干净 就不敢再去吃了 饮品呢 它好像可以加钱 要果汁或者酒 但价钱印象中 都是好像不值 所以好像Alfred说的 给多一点点 享受其他晚市步飞更好 首先就很多谢 这位观众留言 其实我们每一次拍完片 讲某一间餐厅 其实我们都是很欢迎 也都很鼓励大家 就是多些 详细地去分享 即是如果你都去过那间餐厅 你的体验是怎样呢 是去讲给我们的 甚至乎的情况就是说 我觉得好吃 然后你去到觉得不好吃也好 我们更加想知道 你去到遇到什么问题 是很欢迎你们详细去留言 去分享 但是最紧要就是 那个操词用字 就是中肯和有礼貌 那好像这位观众 他去分享他的经历 都没有滲入太多的个人情感 都是将他遇到的事情 即是告诉大家 这个也是很鼓励的 接着这个留言 就是来自Log in Chow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这一年半再都接过 很多一些健康食品 或者减肥产品的广告 好了 那这位观众就说 Alfred 你本身已经那么健康 吃完贊助的东西太瘦 上镜 不要看 哎呀 你真的很明白我 所以我都要吃多些东西 不要让自己太瘦 好 接着这个留言 就来自我早前 就是杜雷斯那条片 这位观众就说 笑到PK 晚餐 没有豪 没有鸡子 不收货 我也是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留言 厂商真的要好好参考一下 如果那个晚餐 再特别一点 就是加一些補身的东西 可能是更加有秘密 接着就来自 Nik的留言 他就说Alfred 你什么时候整个会员想支持你 这个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香港的YouTuber 现在就很容易 就可以开通会员的功能 大家看到一些很新 或者相对订阅人数少一点的频道都可以开到 其实这个功能 几年前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 我们算是第一批频频道 是可以用这个开会员的 那几年前 其实YouTube 是有staff直接联络我们 还可以和我们有视像电话通话 就去详细地介绍我们 就是怎么样去用这个功能 又和我们分享里面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YouTuber 开完会员之后 他们那个实际的情况 就是可能会有多少人会给钱 然后end up他一个月 就多了多少钱 那其实是实际有staff 是教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开会员 这一件事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我就是做了这么多年 我们都是没有开会员 然后呢 我们也是从来没有去开直播去收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否叫super chart 我都不太熟 那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总之是那些 那些 然后最近呢 这一年半再呢 其实香港也都开通了一件事 叫做super thanks 就是大家留言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给钱了 那当然我们频道 都是一定合资格去开了 那我们也是没有开的 那我们也是没有另外放一些 link呢 就说什么patreon 或者直接放一些paypal 或者payme的link 叫大家 就是课金那些 那我们全部都没有的 也都没有製造任何产品去卖 那样的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频道 由一开始 其实第一年呢 都是蝕着做的 那直至到现在 我们也是完全没有在任何观众身上 是直接赚过一毫子的 那所以呢 都希望大家对我们的频道 就是如果是喜欢的 那就是 我们平时这片 如果有一些 就是YouTube自己的 那些 AdSense广告弹出来 那就是都看一下 有些banner 按一下 就是这样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呢 我们如果标明 是AD的那些广告餐厅片 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去看 甚至乎是去分享 这件事其实都是很难坚持的 由几年前香港很少音乐频道 当时的一堆音乐频道 都是会做很多 就是假自费的内容 那然后又过了几年 那现在就说 很多不同的音乐频道 那有些就好像是 舊走生平那样 就是个人不同了 个名字不同了 但是其实 就是那个模式 可能都跟几年前那些频道很相似 那他们到底哪些是广告 哪些是真实的自费内容 或者哪些是真实的采访 或者哪些是真实的采访 那其实呢 不要说大家 有时候 连我都分不了 但是 也是那句了 幸好我都认识很多 一些广告公司的公司 也认识很多 餐厅老板 那有时候 刚好做事 讲一下讲一下 都会知道了 原来哪些片 其实是广告来的 那那个比例都相当多 那所以 有时候 我们这一种这样的模式 第一 就很多客户 不喜欢我 标AD 觉得效果 就没有我自费那些片 那么好 那然后 就很多观众 也都一见到AD 就会不按进去看 甚至乎 有些按进去看 又觉得 为什么你要卖广告 你卖广告 就不是有碗画碗 那又不喜欢了 那其实呢 就真的两边都不讨好的 那所以其实呢 还继续这样做下去呢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 都觉得 哎 真是很累 就是 左边又不喜欢 右边又不喜欢 那自己去这么执着 这么坚持 用这种模式 要在一个 影片的标题 写着是AD 又要在里面讲 然后 原来两边都不讨好的 那其实做来做什么呢 就是大家要明白呢 如果 如果我有碗画碗 卖广告 卖广告 而不写AD 那两个字呢 我的广告费 是可以收多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餐厅都很愿意 给多很多钱 就是说 只要你不离身 他们是很愿意给多多钱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的 但是呢 我是一定不会这样做 是坚持不会这样做 但是其实呢 背后呢 都是很辛酸的 这些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 真是多多支持我们的 现阶段呢 我们都没有任何计划 是会开会员 或者 搞那些Superfans 所以大家 可以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就真是去 看多点我们的片 就是这样了 今次我都一次过 真的夹了很多问题出来 那我现在屈指一算 我怀疑我都讲了很久 那我们呢 这条片就讲到这里 那我现在呢 都继续会答问题的 但是就可能分下去下一条片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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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